咖啡 夏天好熱, 每天溫度都高 大家已經想吃冰凍的西瓜 冷汽水, 燒暑暑氣 雖然暑氣可以一時拘走 但這些生冷東西 對我們的胃也有幾大傷害 所以今集的夏季養生 我們就特地邀請來博外醫院的 譚崇智註冊中醫師跟我們聊聊天 教我們如何好好作保衛戰 尤其在夏天的時候 原來很多東西對我們的胃 都要特別留意才行 醫師人, 我知道…先認一下 不是很多雪凍的東西 在雪櫃拿出來才叫做生冷 中醫來說, 讓人體溫度低的食物 飲品, 低過溫度的 已經算是生冷 其實對我們的胃 或者對我們的身體有什麼不好呢 其實從中醫的角度說 當生冷的東西或冷的東西 下了我們的胃之後 會損傷胃氣, 令胃羊受損 其實脾胃的功能 主要用來混化吸收食物 是 當脾胃的氣受損之後 就會影響吸收食物的功能 令胃會有不舒服的症狀 其實當你失溫的食物 你剛才問我 你剛才看過濕溫的食物 是 進入人體後會否有問題 其實濕溫的食物 經過人體從口腔到食道 下到胃後 其實跟人體溫度已經相差不太遠 所以對人體的影響不太大 所以越冷的食物 對胃的傷害越大 即溫差越大, 對我們就越有汗 對, 沒錯 但為何這麼著重胃呢 其實因為中醫很著重脾胃 有一句話, 中醫認為脾胃為後天之本 為何叫後天之本呢 脾胃是中醫來說 吃了食物後, 用來吸收、消化 另外化成一些叫水谷精微的物質 甚麼叫水谷精微呢 其實就是營養物質 即現代醫學來說 就是營養身體各個器官的物質 當你脾胃的功能受到損害 就會令它吸收不到 令整個人體各個器官都吸收不到營養 明白 整個人體沒有營養 自然身體不好 中醫和西醫的角度 即胃子的部份或功能有否一樣 其實西醫的胃就是一個胃部 一個器官上有一個器官 而中醫的脾胃是一個功能的整體描述 它是一個消化功能的整體描述 其實現代醫學來說 你也知道小腸和胃都有負責吸收 還有消化功能 是 其實中醫的脾胃已經局部 包括了小腸的功能 所以雖然他們的名詞也是叫胃 但其實是有少許不同的 剛才你提及了胃的作用是甚麼 如果我們真的有時沒有怎樣處理它 又吃很多生冷的食物 或者休息、作息也不太好 如果真的出了問題 胃已經受了損害, 我們怎麼知道 其實最常見 我們平時有些病人來看症都會問我們 有時吃完一點東西 就飽飽滴滴, 頂著頂著 其實這個已經是第一個信號 另外就是譬如有時候胃痛 或者再多一點的症狀 譬如一些肚痾或大便的情況 其實大便正常人應該成條狀 是… 如果當你發現你的大便散開了 好像不成形一樣 是 其實中醫來說 已經是脾胃受到損害的症狀 當然更專業的, 譬如我們會看舌 打蜜 是 舌怎麼看到呢 譬如我們看到舌很大條的 或者舌的顏色很淡的 那些都是一些脾胃受到損害的 一些子晶 另外蜜可能會深厚一點 其實普通人有時都會摸到 你自己摸的時候 你會分到強弱的 如果你摸到自己的蜜很弱 通常都是脾氣不足 脾胃受到損害的一些症狀 其實都市人上班、上學 時間都很趕迫 吃東西的時間 不要說是否定時 就算有得吃的話 可能時間都很短促 剛才你所說的病徵 其實很普遍的 如果長期都覺得 一般都是差不多的 長期都不理會它 對我們的身體又有甚麼影響 其實你說得很對 我們有時常常忽視這些症狀 譬如小小覺得胃脹頂著就不覺不覺 其實這些有部分已經等於西醫 一些叫淺表性胃炎 當你淺表性胃炎長期不理會 就會變成一些叫萎縮性胃炎的東西 甚麼叫萎縮性胃炎 其實中醫角度來說 萎縮性胃炎 歸納於一個胃痛、胃疲的範疇 它有甚麼症狀呢 就是譬如你經常吃東西之後 打爆裂就是頂著 隱隱作痛 經常覺得吃東西口淡、沒有味 或者另外更嚴重一些 譬如有些身體消瘦 疲倦 甚至乎一些貧血的症狀會出現 這些可能導致了萎縮性胃炎 萎縮性胃炎 其實現代醫學來說 發現了萎縮性胃炎 跟胃癌有一定關係 是 所以如果長期的萎縮性胃炎 不管它,處理不當 是有可能轉化為胃癌的 所以小事不理會 變成大件事就麻煩了 聽譚醫師這麼說 也有點害怕 快點介紹一些生冷的東西 但是夏天真的很熱 不是每次都是喝熱湯 或者熱飲那些 有沒有其他良好的飲食習慣 也要提檢一下我們 其實夏天喝冷飲食是很正常的 人人都想熱烈烈的時候 喝杯冰涼的飲品 但我們要注意 其實冰涼的飲品 剛才說的會傷胃 對胃不好 所以注意一下盡量少 另外第二件事 就是要吃一些清淡的食物 不要吃一些肥甘口味 什麼叫肥甘口味呢 很四字詞語,四字字 其實就是一些酒 還有一些肥膩的食物 肥膩的譬如哪些呢 譬如東波肉那些 整塊肥膩的就很肥膩 那些盡量少吃 因為那些食物是很難吸收消化的 另外就是一些 譬如因為夏天很熱 煎炸火熱的食物 什麼叫火熱 辣椒 辣椒 或者是炸豬扒 炸雞扒 吉列那些盡量少吃 因為這些都是夏天 比較容易有的問題 所以千萬不要吃這些東西 明白了 有什麼要留意先不要吃 但是醫師有些人飲食習慣 就是可能會點一些前菜 或者一些青瓜 就是那一類 吃了先然後才正式吃主食 其實有沒有好處 或者有沒有不好處呢 其實這件事在夏天來說是很好 因為吃一些譬如酸的食物 下了胃之後 會令胃刺激胃液的分泌 令到幫助它吸收消化 所以這是一個好的習慣 也挺好 但是有些朋友可能自己也知道 脾胃比較虛寒 或者整天胃也有點不妥 那有沒有什麼他們要記住 或者特別有益的可以多吃一點 其實一些健脾的食品 譬如藥品 譬如淮山、蓮子、磁石 可以多吃一點的 譬如我們夏天 不要說夏天 因為脾胃藥的人 有一個湯水也很好 一年到晚都可以用的 一年到晚都可以用的 一年到晚,全家大小都可以吃的 譬如用淮山、蓮子、磁石 煮一些瘦肉或雞 都用來又好喝又健脾 很適合一家大小喝 除了這個食療 我想剛才你說的材料 在主菜方面都可以用得到,對嗎 都可以的 其實淮山和健脾 有時候有些人用來煮粥都可以 所以就很多樣化 譬如淮子、磁石 發揮自己的創意 煮菜我就不太熟悉了 還有你剛才所說的 我們個人的習慣 可以控制、改善、留意 但天氣我們無法改變 始終夏天很熱 其實夏天本身的天氣 對我們的身體特別是脾胃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影響 其實夏天來說 終於來說,屬於暑邪 和熱邪比較厲害 其中暑邪的中醫角度 是認為和濕也有關係 所以我們特別要注意 濕和熱 對,就會影響我們 如何影響我們脾胃 通常熱會令到胃火多 有些胃痛、酸症的症狀 有時候濕會令到脾胃消化不良 吃飽飽就沒有胃口的症狀 知道自己濕或是戒腺 也會聽到你說的症狀 但有什麼食物是帶濕的 儘量避免吃,不要吃了 例如帶濕的食物 例如哪些呢 例如一些肥膩的食物 剛才說的肥膩 有些肥膩,很煎炸 那些都是濕的食物 另外就是一些太甜的食物 其實中醫來說 甜的食物 有一句說話叫中管忌甘 其實脾胃不好 都是忌一些吃甜的食物 因為它容易墜濕 生淡 所以這些都是濕的食物 即是糖水對有濕氣的人來說 也不太好 還有剛才我們說的芒果 是太濕熱的 芒果也是屬於濕熱的芒果 即是濕熱的食品 所以那些也要割多一點 相反,觀眾當然很想寫下 去濕的,有什麼可以吃多一點 去濕就最簡單 例如一些赤小豆、扁豆、異米 例如冬瓜、絲瓜、馬蹄、黑木耳 這些等等 都是夏天常用可以去濕、清熱的食物 謝謝 譚醫師提了我們很多 就是良好的飲食習慣 也要注意我們脾胃保護的各方面 不過對於脾胃比較差的朋友 他生活上的習慣 其實是否也有些東西要留意 這真的有很多東西要留意 首先第一件事 一定要三餐定時 不要有一餐,沒有一餐 不然胃就很受不住 第二,吃東西的時候 盡量吃七分飽 過機太餓,太飽也不好 譬如自助餐的,盡量少去吃 否則吃完後胃就全都給它 第三,有時吃東西的時候要注意心情愉快 因為中醫來說心情不好 就會容易有乾氣範圍 對於肝屈範圍,亦會令消化不好 所以心情愉快對飲食也很重要 另外就是注意 有時我們譬如夏天 譬如不要夏天 平時要喝酒的時候 盡量不要喝一些太冷的酒 還有一些高濃度的白酒 都不宜在空腹的時候吃 因為在空腹的時候喝酒 對胃的傷害更加大 因為酒本身是水濕的 所以就會令到胃更加聚濕 對胃不好 另外就注意一下 譬如在夏天 我們開空調、開冷氣 不要對著肚子不斷吹 因為有時對著肚子不斷吹 剛才說的是寒斜 會直接影響胃的消化 更加令到胃不好 另外最後留意夏季的生理時間 夏季的時間是日長夜短 是… 終於說,其實調養要順應天時 我們注意因為夏天是日長夜短 是 我們盡量不要熬夜、吃宵夜 或者退遲我們休息的時間 盡量早一點睡,多休息 我想早一點睡這件事 是何時…一年四季 大家都要特別留意 其實剛才譚醫師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都很簡單可以記得的 就是越刺激性的東西 即是辣、很冷、很寒、很寒 各方面的東西都可以避免 就可以做好夏天的保胃戰 今天謝謝譚醫師 我們下一集再見 夏天的時候 各位隱隱作痛 又或者發現自己食量下降 可能你的胃已經出現了問題 其實除了看中醫之外 你還可以做一些健腸胃的穴位按摩 例如跟大家介紹的這個觸三穴穴 它位於膝頭外側凹陷,直落三寸 和腳骨距離一隻手指位的位置 按壓這個穴位可以健脾胃,助消化 另外,亦都可以按錯中腕穴 它的位置是在胃的頂部 粒落去的地方 和肚臍的中間 用手掌按摩,有助消化吸收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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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